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 心得笔记第四集 基因如何影响习惯的养成 让成功几率最大的秘诀就是选对战场 这个道理适用于运动与商业 也适用于习惯的改变 当习惯符合你天生的倾向与能力 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 坚持下去也比较令人满足 你会想踏入对自己有利的赛场 就像游泳池里的菲尔普斯 于跑道上的奎罗伊 简而言之 基因决定的不是你的命运 而是你在哪个领域会有机会 在先天容易成功的领域中 习惯比较有可能令人满足 所以 关键在于把你的努力引导至 既让你亢奋又符合你天生技能的领域 让你的企图心与能力一致 习惯并非全然取决于个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 基因把我们推往某一个方向 根深蒂固的偏好 使得某些行为对某些人来说比较容易 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困难 因此 你应该要配合性格打造习惯 选择最适合你的习惯 而不是最受欢迎的习惯 选到正确的习惯 进步就很简单 选到错误的习惯 人生就充满挣扎 搏斗 如何选择正确的习惯呢 最普遍的做法是 失误 在一项新活动的开始 应该有一段开发 探索的时间 在恋爱关系中 那就约会 在大学里 那叫做博雅课程 在商业上 则叫A B测试 目标是尝试多种可能性 研究广泛的想法 并撒下一张大网 在这个初始阶段之后 把焦点转移至 你找到的最佳解决方案上 但还是要持续 偶尔做个实验 长久下来 最有效的做法 是将80%的时间 投注于 带来最佳结果的策略上 然后用剩余的20%的时间 继续开发 探索 金发女孩原则 如何在生活与工作中 维持动力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坚持自己的习惯 而大部分的人 却难以保持动力 要怎么设计 一项不会渐渐消失 而会一直吸引我们 去执行的习惯 科学家发现 维持动力 并达到欲望最高点的关键 就是执行 难度恰到好处的任务 根据金发女孩原则 当执行的任务 恰好未在当下能力的边缘 人便会感受到 最高程度的动力 不要太难 也不要太简单 恰到好处就对了 进步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 你必须不断寻找 将自己推至极限的挑战 同时也要持续达成足够的进展 好让自己保持动力 要维持吸引力 并继续带来满足感 行为必须保持新鲜 没了变化 我们就会无聊 而在自我精进的征途上 无聊可能是大魔王 如何在感到无聊时 保持专注 成功最大的威胁 不是失败 而是无聊 我们之所以对习惯感到倦怠 无聊 是因为它们不再带来愉悦感 结果变得可以预期 而当习惯 必得平凡无奇 我们就会为了寻找新鲜感 而让进步脱离正轨 从一种健身方式 跳到另一种 从一种饮食法 跳到另一种 从一种生意 跳到另一种 只要动力有一点点下降了 我们就开始寻觅新的策略 就算本来的策略仍然有效 任何习惯都无法永远保持有趣 在自我精进的旅途上 到了某个时间点 每个人都会面对同样的挑战 你必须爱上无聊 只要开始执行一项习惯 并试图持之以恒 必定会遇到想要放弃的时候 但是在讨厌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筋疲力尽的时候 还是挺身继续 这就是专业人士 与业余人士的差别 反复做着一模一样的事 却无止境地感受到趣味 就是成就卓越的不二法门 你必须爱上无聊 建立好习惯的坏处 习惯的益处有其代价 起初 每次的重复都增进了流畅度 速度与技能 但接下来 当习惯变得自动化 你对回馈就变得比较不熟悉 落入无意识的重复之中 此时 错误就比较容易趁虚而入 当你可以不假思索地 把事情做得够好 就不会去思考 要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 习惯的好处在于 让你可以不经思考行事 坏处则在让你 习于以特定方式做事情 不再注意到微小的失误 然而 想要让钱能最大化 追求精英级的表现 就需要更细腻的做法 你不能盲目重复做一样的事 却期待自己变得突出 追求精通 习惯是必要的 但只有习惯并不够 你需要的是自动化习惯 与刻意练习的组合 习惯加刻意练习等于精通 精通是一个过程 你在此过程中将焦点 锁定在成功的一个微小元素 不断重复该技能 直到将其内化 然后以这个新习惯为基础 往个人发展的下一个将界前进 第二次执行时 就任务变得比较容易 但整体难度并没有下降 因为现在你要把能量 投入下一个挑战中 每个习惯都为更高层次的表现解锁 这是个无止境的循环 习惯带来无数的好处 但坏处就是会把我们锁定 先前的思考与行为模式中 就算周遭的世界不断变动 万物皆无常 生命一直改变 所以必须定期检视就有的习惯与信念 是否仍然对自己有用 缺乏自我觉察时毒药 繁星与复查则是解药 解语 这本书除了说明习惯如何影响你 更注目在如何利用习惯改变自己 将习惯的养成拆解成四个步骤 提示 渴望 回应 奖赏 透过这个基础 发展出行为改变四法则 每一个法则又可以分为正向法则与负向法则 这是一本实用的书 扎扎实实地告诉你 可以怎么做 让你轻松培养出好习惯 过去我对于自制力有一些迷思 这本书是这样破解的 最有自制力的 通常是最少用到自制力的人 当你不需要常常动用自制力 就比较容易克制自我 你或许可以抵抗诱惑一次或两次 但不大可能每次都让意志力凌驾欲欲望 与其让每次想要做正确的事情时 都鼓起意志力 倒不如把能量用来优化所处的环境 避免无畏的外界干扰 这就是自制力的秘密 让好习惯的提示显而易见 让坏习惯的提示引而不现 另外 在其他书籍中提到养成习惯要21天 有另外一种版本说是66天 但是这本书中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习惯的养成取决于频率而非时间 目前我们的旧习惯就算没有经过数千次的重复 也有数百次 而新习惯也需要同样程度的频率 必须串起足够次数的成功尝试 行为才会在内化成一种习惯 我个人比较倾向这样的说法 这本书中有提供可以利用习惯追踪器产生立即奖赏的机制 帮助我们建立好习惯 多年前 我也尝试在APP上安装此类型的软体 初期效果不错 因为想要获得很多的连线 当全部的习惯都持续产生连线的时候 会很有成就感 但是这样的使用方式 往往同时设定过多的习惯目标 到最后变得有点像是工作清单 由于可以弹性的修改记录 有时候为了不想让连线中断 忍不住篡改过去记录 未来 我可能会使用实体笔记本的方式 试试看效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一流的人读书都在哪里划线 这本书我选择习惯加刻意练习等于精通 看到这个句子 猜测作者多半看过刻意练习这本书 刻意练习是一种目标练习的方法 讲求专注 需要意见回馈 要求跨出舒适圈 因为是刻意进行的 也就是必须全神贯注 有意识的行动 这本书作者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当刻意练习的成果转化成好习惯 然后再继续刻意练习下一个目标 最后在这个领域里 就会达到精通的境界 最后 我给予这本书五颗星 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 肯定可以收获满满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给我支持 或是订阅我 让我提供更多的优质文章给你